這個就是隔離海岸中間近著內縣 但望向東南向海邊 這是一個45層高的住宅 單位在中層 都是一樣 房間保持得很整潔 房間看出去都是向著游艇碼頭 向著海裡的小島嶼方向 一樣是比較寧靜舒適的環境 因為它還可以看到內縣中間的人工威尼斯水池 水池中間還有一個游泳池 在夏天時會有很多小朋友在這裡學游泳 到九月尾就會關閉 只保留在匯所三樓天台的泳池開放 這個在來源的住宅 它裡面就是可以看到泳池 再看到水池 再看到外面的一層海 即是一層水再加一層水 其實都算是不錯的景象 有些人還會說是名堂聚水 是非常之好意頭的 背面的靠山就是翠綠的山景 後面就是太陽九月灣這個新樓盤 屋主還很有心 在這個生活陽台裡面 就駕駛了許願噴泉 亦都可以養一下金魚 其實都很有生活品味 這裡看出去是比較寧靜的 因為它跟公園是比較有距離的 星期六星期或是假期 很多一家大室在海濱公園 放紙幽遊玩 其實都頗多噪音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的話 其實這樣的位置相對於寧靜很多 它的總價是557萬 圍起上來就是35,000多 一平方 現在隔壁海岸新的樓盤 要買海景都要達到4萬多一平方 以4萬元一平方來說 至少都節省了70多萬 但是以4萬元一平方來計算 買不到全新樓的海景單位 與絮候連da 往一邊 跟5萬元一平方 寧靜 至少 Gentle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